我是一只猴子 穿成古早韵文女主后 我在王府里发大风 我爬树 我爬爬爬爬 我上蹿下跳 王爷说只要我别插手她的是 她就不管我怎么做药 我于是把王府改造成热带果林 王爷端着酒壶坐在庭院里 阴谋时 一颗榴莲砸了她的头 我是一只猴子 因为前世在景点抢游客的手机和身份证 被罚当一辈子古早韵文女主受苦 我出生在将军府 刚出生时不会哭 铲破急了 把我倒着拎起来 几巴掌拍在我的背上 我被拍烦了 发出来一声喉叫 五个月的时候我学会了爬行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因为我到处爬 用各种姿势爬 爬地板 爬柱子 爬房梁 然等我的人设是 没掌嘴不受宠的兽气包女主 现在我爹觉得我这么活泼好动 这么会爬 有她当年的风范 所以我反而成了将军府的掌上明珠 两岁时我就能独立上树摘桃子吃 我明察秋毫的娘骂我也猴子 并派小丝上树把我捉下来 那天我觉醒了上辈子的另外一个技能 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 那一年我的树妹出生了 但粉雕欲拙 从小就是没人推子的她 并没有分走我爹的注意力 毕竟 谁能拒绝一个能在树上倒立的两岁小孩呢 七岁那年 我随我爹南下南昭平乱 我爹负责处理南昭王府里争权的那些破事 而我孤身一猴勇闯南昭的热带丛林 抓着藤蔓当进雨林时 我感觉我被束缚在人体里的灵魂都解放了 我当树藤摘香蕉 创飞路过吃香蕉的猴子 在森林里发大风 直到一个小男孩 被我丢下的香蕉皮绊倒了 他狼狈不堪地栽在泥里 一身锦衣被树枝划破 露出的小臂上满是血红的划痕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放下了手里的香蕉 从树上跳下去 一把把他拉起来 结果他拽着我的一脚不松了 声音沙哑 救救我 他身后的树西苏作响 银白的见光与云闪现 我让他抓紧藤蔓 身后追上来的刺客一键劈下时 我带他当着藤蔓飞走了 回头时 我看见那个刺客 瞳孔地震地望向我 什么东西 刺客在追 我们在飞 在雨林里 他们步伐很慢 还随时都可能被植物跟进半岛 我觉得没意思 空出一只手吃香蕉 今天依旧是没素质的一天 我边吃边丢皮 趴击一个刺客滑倒 趴击又一个栽倒 满身是伤的男孩眼中星光云云 你是仙人吗 我说 不 我是野猴 他沉默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 他看着朝后发射香蕉皮的我 又问道 你不看路也行了吗 我心心满满 当然行喽 丛林我的家 接下来 我一头撞在了树上 那一刻 我好像看见了星星 我脑袋发昏地倒在地上 为什么不提醒我 他蹲在我身边 咬着唇 犹豫到 你方才说的 丛林你的家 我幸亏已经接近丛林边缘 来寻找他的一众侍卫 已经赶到 他把我扶起来 提出要带我一起走 我说 婉拒了哈 要是让我爹知道 我不好好待在医馆 而是拥闯热带雨林 他肯定会让我这辈子 见不到一棵能爬的树 我爹此行 清理完了王府中的反贼 回京向朝廷请命 由年今九岁的南昭王氏子席诀 回京后 我爹怕我丢人 禁止我爬树 他说 两岁爬树 是我活泼可爱 七岁还怕他要我生死难料 我每天还和树妹一起 学琴棋书画和礼仪 真是压抑猴信 我每天拉着个猴脸 树妹先忍不住了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 他一股脑把话全倒出来了 我娘要我做金城低 清冷美人 所以我不笑 你也不笑 是不是要给我抢这个名头 他情也不谈了 直接摊坐在席上 五体投地 缩成一团 呜呜呜 求求你别跟我抢了 不是 你是恶毒女配 你心眼子呢 我很无语 我不笑 是因为我生性不爱笑 他直接嚎啕大哭 呜呜呜 我也是第一次做人 我错了 我不该跟你抢风头的求求你了 我 我斟酌半赏 问道 那你上辈子是什么 王八 他缩成一团崩溃大哭 因为太窝囊了 对罚座女配在你头上作威作福 可是我不敢阿呜呜呜 啊 你这主和女儿 就没有正常人吗 十七岁那年 为了巩固我朝队南兆的统治 我被赐婚给新任南兆王 我的窝囊树妹 一边哭一边对我喊道 那仗雨满烟之地 还是让姐姐去吧 听说新任南兆王凶残得很 我可受不得哭 变脸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 传闻中的凶残又冷漠的南兆王 亲自带着车马来引我 我毫无怨言地上花叫 想着南兆的雨林 不禁笑出了声 毕竟 我已经十年没爬树了 马车外 随行的侍卫惊道 小姐已经十年没笑过了 一个清冷又雌性的声音响起 有些嘲讽的意味 她是面瘫吗 侍卫被掖住一刻 达非所问道 小姐今日定然是喜不自胜 那她高兴太早了 侍卫 什么杠精 我无虞 想先开车帘 往她脸上丢香蕉皮 新婚当夜 南兆王姗姗来迟 她身为一双寒情的桃花眼 眸光练艳 神态却冷冰冰的 开口第一句话 就是给我浇冷水 孤已有一中人 我已经自个掀开了盖头 磕床上撒的花生 平静的抬眼 那是谁呢 她薄唇微钩 谈到一中人时 尾音都有些荡漾 孤的一中人 是只盖世以后 总有一日 她会手持干娇 当着同伴来嫁给我 我 我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 XP 她都喜欢猴了 我还是让她算了 她物质说道 只要你不插手扑的事情 王府中 你大可随心所欲 有这种好事 她将话料下 便转身离开 我直接把头关扒了下来 提着裙子 开始爬柱子爬房梁 久违的自由的感觉 四日一早 南兆王离开王府 我兴奋的在房梁上 倒挂到了天亮 南兆王前脚刚走 我后脚就召集我的 陪嫁侍卫 以及王府中的侍卫 小司 他们在院落中集合 人心各异 但在我宣布 要他们去雨林中 移植果树时 他们的脸色绷不住了 我听见一个侍卫小声的说 简直胡闹 我直接猴甲虎威 我是王爷名为正取的王妃 王爷亲口许诺 府中我可随心所欲做事 于是最终 我调动了两千人 在任务之前 把王府栽满了果树 然后 听说 王爷归来 直接找不着家门了 他的副官蹲在门口 和石狮子大眼瞪小眼 殿下 王府应该就在此处了 王爷仰头 看着万木参天 郁郁葱葱 先帝亲笔提的 南兆王府四字 被掩盖在茂密的枝叶后 难以辨认 他深深吸了口气 带着副官一脚踹向门 笑死 根本踹不开 门被藤蔓牵住了 我在前任中 坐在藤蔓上荡秋千时 正见骑着大象的王爷 撞开了门 他从飞扬的尘土中走出 冷白的脸 面色阴沉 他刚翻身下的大象 就一脚踩在我 丢在地上的香蕉皮上了 啪鸡摔倒了 说真的 我真有些害怕了 我跳下去拉他时 他正闭着眼 小声说 不气 大将军的敌掌女 暂时惹不起 不气 要冷情冷心凶神若煞的 南兆王下不了床 我只需要一张香蕉皮 我给王爷做了榴莲排骨汤赔罪 他却关着门不放我进去 我是真心想赔罪的 但当他第六次拒绝我的探视后 我的叛逆之心到达了顶峰 我直接捧着榴莲排骨汤 上了他的房梁 当我从床头倒挂下来 捧着汤 目光炯炯的问他为什么不喝 我是真心想赔罪时 他吓得直接拔剑跳了起来 真是医学奇迹 看清我的脸 他才又躺了回去 手攥着锦亲 轻筋突起 他不情不愿的喝了 一脸冷漠的说 这次不和我计较 王爷卧床休养 我带着侍卫 去砍多余的藤蔓 还去修门 王府的侍卫说 王爷对王妃真是宽容 这样的都不怪罪王妃 另一个侍卫计划道 是啊 连京城里的权贵都知道 王爷是欲面掩罗 王妃可真是王爷的特例 我 啊 有没有可能 他现在惹不起我来 就他那个眼神 要不是我爹是战功赫赫的大将军 我怀疑他能扒我的猴皮 夜晚 主管的王爷坐在庭院里 喝酒 一梦 他红着眼眶 倒了一杯又一杯酒 副官说 这是王爷的习惯 他孤独太久了 总得有个念想 而院里的丛林景致 更让他触景生情 独无私人 说完他看了我一眼 目光有些怜悯 我看了 一抹的王爷一眼 目光有些怜悯 他还怪可怜的嘞 副官 王妃还怪听不懂话的嘞 我坐在树岔子上摘香胶齿 忽然听到众不落地的声响 下一刻 副官开始大喊大叫 来人 救王爷 我低头 正见男赵王躺在地上 头破血流 身旁有一颗尚未成熟的榴莲 纵然我有一颗千锤百炼的心 在那一刻 害怕也到达了顶峰 我有预感 今晚 不是他被砸傻 就是我被暗杀 王爷又卧床 我又带着榴莲排骨汤去赔罪 他这次意外的没有拦我 但拦住了我的榴莲排骨汤 我怀疑他对榴莲 PPSD了 他躺在床上 头上缠满绷带 面无血色 纵使这种时候 他还在 一某 男男道 我第一次见他 也是在这种榴莲树旁 我想给他鼓掌 你们恋爱脑真是牛 男赵王目前看上去 有些被砸傻的倾向 还没有想到来骂我 我于是尽量给他扯开话题 殿下 你有没有想过 榴莲为什么往下掉 不往上掉 他 我于是给他解释原理 一切有质量的物体之间 会产生互相吸引的作用力 说到一半 他让我赶紧滚 我被赶了出来 真可惜 看来他对万有引力不感兴趣 王朝痛失一味牛顿 第二日 副官抓到了一个戏作 就是他在榴莲树上动手脚 害得王爷头破血流 男赵王最近火大 于是在地牢里 亲自审问这个戏作 我背了好大一个黑锅 我也火大 我亲自去地牢里落井下石 男赵王架着腿 头缠着绷带 姿态慵懒地坐在椅子上 他眯着一双寒情的眼 缓缓妈撒着手上堂血的鞭子 目光掠过我 他拧了你眉 语调里戴丽丝不悦于疑虑 你来做什么 我越过他 只对着行星架上 被打得皮开肉绽 血肉模糊的人 我道我从前有一颗善心和恶心 如今见到你 却只剩善心了 男赵王眉头夹更紧了 抬了抬手 我怀疑我说话在大喘气 那一鞭子会直接落在我身上 我赶紧道 因为恶心死了 身后传来一声轻笑 我又是霹里啪啦一顿嘴上输出 骂完了 浑身舒坦 男赵王道 你给他讲讲 榴莲熟了为什么会往下掉 我 我回忆着上辈子在游客手机上看到的内容 从万有引力 讲到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 东拉西扯 那个戏座的表情越来越痛苦 王爷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变态 最后王爷当场出了一道屋里啤 让人看得戏座喜欢 王朝喜或一位牛顿 不知道谁在外面造谣 说玉面阎罗南赵王对我千娇万宠 我的王八树妹听了谣言 心生羡慕 要来横插一脚 我收到了树妹从京城寄出的信 亲爱的封侯姐姐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 我应该已经出现在南赵了 呜呜呜 求你别给我难看呜呜 只是南赵王的人设看起来太棒了 呜呜求求你让我来看一下吧 信纸上还有类字 该说不说 他真是一如既往的窝囊 我收好信 又从后院牵了一头大象 去门口接人时 树妹已经在门口绕了好几圈了 和当初的王爷一样 对着正确的地址 死活找不着正门 树妹坐在马车上 仰望着骑大象的我 她吓得从马车上滚下来 拖得生死历劫 求求你别让大象 踩我呜呜求你了 我不是来破坏你们的感情的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呜呜呜 我说窝囊得累 被落果砸中的可怜南赵王 下达了清理树上成熟果实的命令 大家一日三餐的点心 榴莲 多罗蜜 芒果 吃得整座王府的人 火气都很大 一进前院 就看见侍卫和我的陪嫁并在吵架 树妹经过时 小心翼翼的多看了一眼 两人一起转头 大声质问 你瞅啥 树妹哭了 一路连滚带爬进了别院 我给她安排了一个离我很近的院子 但我的树妹又菜又爱玩 当晚就听说窝囊树妹去敲南赵王的书房 在门外说 姐夫开门 我是我姐 然后被南赵王骂了一顿 窝囊之下 她差点吊死在书房门口 但没死成 被南赵王连王八带白铃一起丢回我院子 王八是南赵王亲自带着副官丢回来的 她居高临下的 腻着满地打滚嚎啕大哭的树妹 少作妖 我吃着香蕉看戏 她的目光突然停在我身上 你也是 我 啊 怎么又关我事了呢 猴猴爱吃香蕉有错吗 猴猴喜欢果蜂有错吗 我只是一只追逐一具环境的野猴罢了